嗨,大家好,这里是不凯薰件到Nezuko同款发射的YOUI 那今天呢难得染头发了,就来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这半个月来被问到最多最多的问题 怎么搞头发,怎么跟Tony老师形容 其实呢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技巧 但是我怕我说的不够严谨,没有条理 所以呢我还特意做了笔记过来 so如果这个视频呢大家有什么疑惑或者我没有讲到的 或者呢我讲的不太严谨,不是特别正确的 也欢迎在弹幕或评论里面指出来 如果你跟我一样设孔,又不知道怎么跟Tony老师形容的话呢 你就把我的视频拿给他看 顺便叫Tony老师三连,谢谢 首先呢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这个头发 不管在日语,在中文,它到底叫什么东西 你可以叫它发尾渐变染 但是我觉得我没有搞特别渐变了 那如果在日语里面呢这种渐变啊 渐变染的グラーデーションから 那如果呢是像去年因为鬼滅の刃 带火的那种 叫素染 好像叫什么裙白染吧 那这两种区别就在于 漂的方式不同啊 裙白染的话呢就是你先拿出你发尾 那一小子也好 差不多五厘米左右 我觉得那个如果短发搞更好看 然后漂呢尽量是漂一条直线平平的 要搞平 不然就会真的很奇怪 我就是因为搞素染翻车了 所以才又搞成了グラーデーションから 我当时反正拿相机照背后 我才发现 我靠 吃什么玩意狗壳瀏海吗 就也不知道怎么会平平的一小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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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那个裙白染 首先你得要记住 你的发尾是要平的才不好看 我当时忘记了我的发尾是碎的 大家依据自己的长度来定哈 你如果搞定的时候呢 你需要有一定的长度才能分解 才能一层一层往上走啊 你要记住 哦对对对 还有药剂 不是特别推荐大家去买日本的漂剂 我觉得日本的漂剂怎么说呢 就日本的漂剂它一般会很严谨啊 它告诉你不要超过三四十分钟 但是你去网上看一下 很多人都说 给我放个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我当时呢用的是 和这个什么 什么东西 还有这个思韵 我觉得思韵是最最效果最猛的 同时呢我要提醒大家就是 漂头发是 这就是最伤头发的啊 你要做好心的准备可能会这样 看到没有 我现在头发就是上面很顺 但是下面根本就梳不通 那药剂说完呢 就是你需要什么道具 你需要的是手套 这种刷子呢 一边是梳子的 一边是毛毛的 还有来一个碗 你就可以开始了 非常简单 那漂的过程呢 其实就是 无限的叠加 你懂吗 我觉得我这个见面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技术含量 取头发 就这么多 看到吗 这么多啊 就这么多 懂吗 你取 漂头发 说大家尽量 取得少 要涂得多 才不会漂花 虽然我也是漂得有点花了 反正秘诀我交给你们了嘛 就是看你们发挥了 首先取出下面五厘米左右 差不多这么多 然后呢涂上去 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技巧就是 多涂一点 宁可多也不要少哈 最好让它浸泡在里面 对吗 就好像还出汁那种感觉 最好 然后拿锡纸给它包起来 对 就是那个烧烤的玩意儿的锡纸 我之前是这样子 取刀 然后呢把锡纸垫在下面 刮刮 叠起来 放30分钟左右 那这期间呢 可以吹10分钟的热风 就拿电风吹 我当时就是这个样子 这样吹10分钟 然后到第二层 再往上爬五厘米 就是差不多到这儿左右吧 记住把刚刚的那个锡纸扒掉 还有点暖和腹的给它扒掉 然后把上面的瓢鸡这样 挤 挤掉 懂吗 挤 挤掉 然后再拿起这个 搞一搞 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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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叨 我之前有看到有人说 如果你想要搞渐变的话 就把它倒梳 这样往上梳 但是呢 我的头发发是很差 之前17年的时候 搞过inna color 就是现在可能比较流行的挂耳染 怎么挂耳染 是前面在讲错 我当时是里面那一层 全部都瓢四五次 所以的发尾 其实非常非常脆弱 因为瓢剂受损的发三 我如果这样倒梳 可能会就直接这样被我勾起来 所以我不是特别建议发尾 如果你已经受损了 就不要这样搞哈 然后再去加热 然后二三十分钟之中后 去洗掉 洗的时候呢 不要用洗发水 千万不要用洗发水 也不要用什么曲线的 洗发水 瞧不定啊 如果你不想让自己发尾 直接啪 断下来的话 那刚瓢完的时候 你们可以看到 就是非常非常黄 大家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 不是说你瓢了之后 就从黑病到白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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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的 头发不是黑肥肌白 它是从黑到中到橘到黄到白 也不会白啦 就是米白那样子 特别是你用日本的瓢剑 就很黄 个人觉得俄罗斯的瓢剑剑 会比日系的瓢剑剑要蒙很多 但是没关系嘛 反正就这么一点嘛 我就放了 放了差不多三天左右 这期间用些什么护发素啊 多用一点化油啊 就搞一搞副理下 然后到了第三天 就是到了第三层啊 其实第三层呢 大家如果看我这个图片啊 就大家看得出来 我是怎么说 像可乐糖一样 是下面晶晶的中间 这里有一层是中中的 然后上面才是黑的 就真的 我妹说真的很像可乐糖 我也觉得 那这一段呢 因为我个人的话 这一段其实是比较健康的头发 这一段可以长一点 拿起来 又是刚刚一样的 然后在这里的时候呢 有一点哈 就是大家可以这样子 拿起一小撮搞一下 拿起一小撮搞一下 让它有种渐变的感觉 就这样一缕一缕 就有的挂到 有的没挂到 你就当就是 扣了鼻子 粘到别人身上这种手法 懂吗 就这样子 就等于说 这个呢 漂第二多的 漂第三多的 懂吗 所以就是这一卷 都拿一个锡子 这样子 搞起来 又是这样同样的步骤 我当时就放了60分钟 如果细完法师的姐妹 建议你放40分钟左右 就可以了 当时拿思韵的 漂完60分钟左右呢 我说实在那个发尾 我现在的发尾 是有点绵了 你们知道什么叫绵吗 你可以去搜一下 那个发尾 就是会Q在一起 然后就会像金针菇一样 真的 扮扮扮 扮一下是可以扮断的 很恐怖很恐 小心啊 不要放太久 因为说实在哈 沾到头皮的话 你如果头皮觉得很痛 你还可以 适可而止 及时之遵 但如果是下面的头发 不知道它到底痛不痛 你顶多是 哎呀 有点眼睛好酸 你可能没有意识到 头发已经在焦了 这个呢 就需要大家好好计时 一定要记住计时 然后去洗掉 又是一样的步骤 打开 给给给 洗掉 对对对 如果你们洗的时候 觉得很色 很卡的时候 多搞点护发素 然后呢 对对对 忘记说 去黄 大家可以自己看啊 就是有的漂发鸡 它里面会配有 去黄膜 如果啊 是要染冷色调的 黄加蓝变什么 哎对 变绿 所以为什么上一个头发 我会变绿绿的呢 其实我本来想染灰的 但是灰色里面有蓝色素 蓝色是我又没有去黄 我就变得巨绿 我真的好绿 那个是真的是 不想先变绿的 建议大家呢 就是买去黄膜 发素洗发露等等 当然我是没有管它 因为我蠢 那么漂完之后呢 还有一页 漂完我们就要染嘛 那如果你不想去黄呢 你就往红的染 因为黄加红还是红嘛 或者你就买什么橘色红色这种 尽量我推荐大家就是 你不是漂完很黄吗 那你可以染一些什么紫色红色 让那个颜色暗淡下来 之后再去染一些蓝色 或者紫色什么的 这样冷色调的 以我个人的经验 我是觉得先暖色调 再冷色调 然后就是我用的什么 染发膏 首先呢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土角兽的染发膏 很喜欢它的香味 像一种廉价的奶油蛋糕 又有一点化霉糖的味道 然后就是呢 它的饱和度非常非常高 那我当时染的顺序呢 是先染了这一罐 卡尔口 我们说叫木炭黑 接着呢 染了这个Valentine 然后最后呢 染了这个Sushi 那其实呢 我个人觉得啊 最喜欢的还是这个Valentine 你们看到的红色呢 就是这一罐已经用空的Valentine Valentine 也有很多人叫它 梅拉红 海王红 也是大家夸的最多的 但是啊 非常悲惨的事实就是 红色粉色是掉色最快的 你们看到的每一位红发美女 她们背后都隐藏着 不知道用掉多少块毛巾的心酸 真的巨红 你们知道吗 我好无语啊 我每次洗头像杀人现场一样啊 我家地板的瓷砖的缝都红了 海王红的差不多洗了14头左右 就全部都掉完了 真的是一天一个散 看到最开始我去上海的时候 是全红 在那个机场我红的 就跟我胸前的大玫瑰一样 就这样子 然后到第三天 你们可以看到 慢慢有点变粉了 到后面呢 就掉非常快了 接下来就会急速下降啊 开始黄不拉几 然后掉的不均匀 大家要知道 你掉的时候不可能是一起掉啊 因为你洗头发的力度又不是一样的 哦对对对 如果大家染头发洗头发的话呢 就尽量只洗头皮这一块你知道吗 剩下的那一点点泡沫 啊轻轻搓揉一下发尾 然后再洗掉啊 因为发尾其实没有什么脏 只是一些灰尘啦 真的这个红色最好看 我有点甚至想去蜡染一个 就是给它打� 蜡蜡就会挂的比较久未 没试过 可能接下来会试吃吧 然后这个 也有人说那绿色的很好看 涛口还是什么东西啊 掉色特别慢 一开始第一天染完之后 是墨绿 真的好黑 我当时甚至怀疑完了 是不是染太黑了一点 结果洗了第二次头发呢 它就变成这样了 然后洗第三次头发的时候呢 它就变成这样了 就是从墨绿到一个深绿 接下来呢就开始直线下降啊 就开始变成淡淡的绿 差不多就是这样绿绿绿 绿到最后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本来想等它掉光了 可是它一直都有点绿绿的 那我看网上挺多人说 它们可能法制不一样 有的甚至挂了一两个月都还是绿的 所以大家如果要蓝绿哦 或者蓝蓝色哦 一定要做行李准备 再来最不推荐的就是这个 获莱雅的这个 然后又是日版的 一个是Pablum 一个是Lailac 怎么跟你形容呢 就是比如说这个伯藤子吧 它不但量很少 它这一罐只有80克 像这一罐是200毫升 我25厘米的发尾 差不多半罐 多一点点就够了 但是它呢 我就要一口气挤两罐多 因为首先它不上色 大家可以看我 刚搞完狗啃发尾感的时候呢 我就用了这个 因为觉得太黄了压一压 然后它染出来呢 有点怎么说呢 橘橘黄黄的 然后呢 很容易掉色 你们看到的我跟狗狗拍这个视频呢 是我染了它第二次洗头的效果 就呃 你难以想象这个玩意儿 就洗三次头就没了 你以为我在玩一次性盆碗 我也是在开拓中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其他的想让我测评的染剂呢 各位姐妹啊 可能怕染的显黑 那我这种呢 不就帮你们先来测试一下吗 你们就可以来看一下 我觉得还行吧 这个颜色 就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让我测评呢 或者有没有染发剂的店家 来给我寄个样 其实我接下来还想染 忍不得那个 的紫色 还有染蓝色 哦对对对对对 我忘记讲价格了 方暖售价呢 是一瓶一百多块钱 一百二十多块钱 大家可以找二手的 因为毕竟很多人用不完 可能闲置了 差不多就是那么多吧 好像说完了 今天视频就到此结束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记得三连磨磨搭